對掌權者而言 記者的提問、質詢 甚至有時大聲渴問 有時亦會令人相當難堪 尷尬的 甚至是不知所措 很多時候在場的記者朋友都見到我 好像在我黑臉一樣 實際上一方面 是難過的感慨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用其中方法問的時候 我或者更加有方法暢梭言答 你這樣問 一答一答不出 大家都得不到好結果 或者記者想這樣結果都未定 但也確實實 多年來都沒辦法在這些情況之下 可以掩飾個人的情緒 質詢的背後 是代表了輿論對政府的監察的責任 亦都是香港社會一直進步的一種動力 我也很希望你會繼續下去 但可能會小聲些少 我很快就會在行政長官的職位退下來 但我仍然會是香港普通的讀者 同市民一樣 我每天會花我的時間去讀大家的報道 我希望每天我打開IPAD的時候 上網看報紙 亦都看到會有質素 有深度 有理據 報紙 有新聞報道 欣賞